全国人大做出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为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提供了制度保障 是消除香港社会乱想巩固由乱极致局面的迫切需要 也是实现香港长治久安 确保一国两治行稳致远的治本之策 民进党及其当局之所以对此感到恐慌 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跳出来歪曲事实 妄加指责 是因为这么做将斩断台独港独勾连乱港分裂的黑手 粉碎他们乱港谋独的痴心妄想 长期以来民进党及其当局和台独势力 唯恐香港不乱通过勾连港独势力 提供资金和设备培训人员 庇护乱港黑豹分子等手段 大肆地破坏香港稳定 污蔑攻击一国两制 他们通过牺牲广大香港市民的利益 为其分裂国家的政治目的服务 庄庄渐渐实在是庆祝难输 我们奉劝民进党及其当局 民主自由不是乱港谋独的遮羞部